请问你这样子它永远都只会设成1月的那个名称 你会不会希望说1月要改成2月 如果现在工作表是2月 那你觉得它会不会从01改成02 不可能 对吧 但是你把这个01 如果你把这个01 这个名称换成这样子 再换哦 A-C-T-I-V-E-C-E-L ActiveShoot.name 如果你换成这样子 因为太长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叫正在使用的工作表的名字 就是假设你现在在02这张工作表 它就会自动去抓02 如果你现在是在08工作表 它就会自动变成08 可以吗 这样我们才做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刚刚1月做完了吧 现在我们就要换2月了 现在我们就要换2月 所以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好看看哪里出现错误 因为因为现在已经没有01工作表了 好我们先我们 我们为了后面的执行方便 所以先把它先暂时 暂时先不要做这一行 不要到 不要每一次我都 都要从什么地方跳到01工作表 因为当我在做2月的时候 就没有01这张工作表了 好然后关掉 确定 然后聚集 选它执行 好我们来看 它是不是就变成人口统计110-02 重点是 重点是 我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一个110-02 可以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吗 而且 对不起 而且我这边到03 我现在在03 开发人员聚集执行它 是不是就做完了 听得懂吗 就刚刚那个变住一感 很多事情 全部都变成弹性 可以再使用了 这样了解吗 还没结束 请你们现在先 先把这一个变数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编辑 刚刚 刚刚这边看到的这个01 要改成这个 作用中的工作表的名字 这样就好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